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妙 你没人听着 快出来投降 各位当家 我们行动 好 停 你看要不要冲进去 小心 其有实力 刘大哥 我带一队人冲进去 你带人守在这里 好 前两排的人跟我走 是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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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王总盖 里头有密道 好 跟我来 是 快点 走 快 快 这边 走 快 这边没有趋路 往那边走 用埋伏 往那边 是 孩子没趋路 帮我回走 刚刚经过这里明明没有这堵花的 快走 快走 放进 这几人 这几人 请 你看 怎么回事 那些红花会的叛贼都留在里面 什么红花会的人全跑光了 我没有看到有人逃出来 在密道里跑掉了 我追的时候发觉是没有路的 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都是神出鬼没 是啊 小杨早就听说过 红花会叛徒是神出鬼没的 你真的听说过 是啊 真的听过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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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神出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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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舵主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脱离险境了 相信那些达子们 一定会阵脚大乱 互相埋怨的 幸而总舵主英明 使咱们避免了一场 不必要的损伤 想起来 属下十分惭愧 这是哪里的话 道长是才热血心情 我是完全明白的 其实刚才我在屋子里的时候 也真巴不得大家跟他们应拼一场 刘兄弟 你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离开中原太久了 傅康安的意图 我们已无从捉摸 全来有你 才能使我们知道傅康安的行动 总舵主 您夸奖了 只是 如今你的身份 已经完全曝老 你绝对不可以再回去 我看北京你也不适宜久留 你还是挤抚张家口 找维分舵主 他会替你驮大安排的 谢谢总舵主费心了 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各位当家再见了 再见 一切小心啊 总舵主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福康安也不是一个傻子 他知道秘密军情已经泄露 一定会重新安排的 我看我们还是找个地方 先安顿下来 战时这一两天先不要露面 然后我们从长计议 诸位认为如何 好 好 我们走吧 简直是放肆 简直是对大帅服的侮辱 这么千辛万苦才打听到红花会的行踪 我让你们代备大量兵马出击 无非是志在必得 没想到你们回来跟我说全给跑了 这个玩笑真叫我颜面无光 其实奴才已经带人追入地道 没想到 你不用多讲了 我要的是红花会的人 不要提什么解释 你们两个都是大帅服旗下数一数二的高手 我以为你们靠得住还有精兵数百 结果还是落了如此下场 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等待今日 以为可以扬眉吐气 一起二十年前的耻辱 没想到 你们真叫我失望 还说什么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我想 现在红花会每一个人都在言嘴暗笑了 真是丢脸 丢脸 大帅请息怒 大帅 一奴才看 红花会叛徒突然来到北京 显然是冲着掌门人大会而来的 绝不会就此甘休 请大帅再给奴才一次机会 奴才势必将功赎罪 将红花会叛徒一网打尽 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若再有失职的话 你当之该当何罪 马上传令下去 全城戒备 大小通道严加防守 若有可疑人党急于搜捕 并加以严刑拷问 若有违抗者 格杀勿论 奴才遵命 去吧 奴才告退 老爷 老爷 什么事 您快去看个夫人 她很不舒服 好像病了 来 你怎么样 快请大夫 是 不 不要了 老爷 夫人已经看过大夫了 几时 昨天 那是昨天的事 快去再请 是 不要 不要了 有病不看大夫怎么行呢 看过来 药也吃了 再看 也没有用的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 夫人是心气欲竭 日久 日久就不晓得 是 来 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呢 我真的没有什么 大概 是昨天晚上受了点风寒 所以 病才会这么重的 来 来 过几天 我就要去北京 参加掌门人大会 你这个样子 叫我怎么能安心上路呢 我真的没有关系 你放心去吧 不要担心我 我这次到北京 除了参加福大帅掌门人大会之外 还希望多跟朝廷里做官的打打交道 所以我在北京 起码会逗留各把院 你要去那么久 好 我还准备了后礼疏通疏通 希望可能的话 也弄个官来坐坐 要是成功了 那以后 我们就不愁没有荣华富贵 我还以为 你是个习武之人 哎 这个年头啊 就是武功好 也比不上在朝廷混个名堂 要是我做了官 我一定接你到北京去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大官夫人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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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吵得很 有一个人吵着要见您呢 我出去看看 你好好休息休息 天长们 好久不见了 我倒是谁的 原来是你啊 天长们 天长们 我们老朋友了 差不多有二十年不见了吧 天某个性孤僻 向来不交朋友节友的 天长们是说我不配高攀吧 其实在下素有自知之名 江湖上的名门正派 大多都不愿意与我们要王谷的人为伍 所以今天要不是有大势相求天长们帮忙 也不会贸然登门拜访了 你们先进去 是 师父 你们先进去 没有 我们先进去 我们先进去 走 又在这边 对 我们先进去 有 那是 那到底也略具名气 所以福大帅非但邀请了我 还派专人送来帖子 原来这样 田掌门面子不小 那是福大帅跟朝廷的错 田掌门也说得太客气了 十万城前辈 在下正准备出门 有话请说 好 在下也就不妨直说了 我来的目的是想请田掌门帮个忙 看能不能给弄份帖子 好让在下参与盛会见识见识 什么 你要我把你弄进去 凭田掌门的面子跟手段 我想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你大概还不知道 能被邀请附会的都是名门正派的人士 在江湖上的高手 福大帅都亲自审核过 没有那么容易混进去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玩五没有这个资格了 十千辈 不是在下小看你 我也不会是求你帮个忙而已 不是在下不肯帮忙 要是福大帅当场问阁下的身份 叫在下如何回答 那就说在下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说随从也无所谓 这一点我倒是不敢掏光 谁不知道独守要往门下一派的名声 阁下说得很对 可是田掌门你也不可不知 江湖上武功绝顶的人 杀人还得借中咱们 田贵农 你好好想一想 我要是把你当年向我借毒药 害死胡语昭的事说了出去 我想你的名声也不现在很风光 住口 尸体 施邦 在我的地方请你说话检点一点 我说的是事实 有什么不检点的 当年我就是为了要帮助你 才被师兄赶出了师门 那是阁下的事 天归农 想不到你是如此的翻脸无情 当年你求我戒毒药给你 我义无反顾 我因你而被逐出了尸门 我也没有去找你算账 现在事隔这么多年 我才向你开口 我只求你帮个忙 与你也是举手之劳 想不到你翻脸不认人 好吧 天归农 我已经先礼后兵 话是讲过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来求你 将来有什么后果 你也别来找我 告辞 石前辈 且慢走 真想不到 石前辈过这么多年 还是侠士本社快人快语 在下最佩服的就是这种人了 刚才呢 田某不过是跟石前辈开个小小的玩笑 情无见怪 至于前辈拖的事情呢 就让在下想想办法 在下有朋友在朝廷里当侍卫 或许他们可以帮帮忙 我会在北京跟你碰头的 敬祝田掌门 此行愉快 不客气 那我就不耽误你上路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上路 我想知道的时候自然有办法 没什么事 天下门 你不要跟我玩什么花样 你知道 跟我们药王库的人作对 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你是房不胜房 好 那就拜托了 大哥 你有没有发觉 到处都是达字军队 这是天主角形 当然有很多达字军了 不 我觉得 好像不对似的 跟前两天不一样 你看 他们是在检查来往心 难道掌门人开会在即 朝廷要分外戒备吗 算了 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走吧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傅大帅忽然加强了戒备 是不是子夷他们破坏 掌门人大会的消息走漏了 就算没有走漏 他们也会加强防范的 放心吧 袁姑娘他们武功高强 几个清兵阻挡不了他们的 二妹说的是 我们上山去看看 在那里可以把清兵的行动 看得清楚一点 好 他们怎么会也来到北京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北京这种大地方怎么能够立足嘛 我怎么会知道呢 师兄师姐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们的小师妹啊 真是想不到啊 今天能够在这里遇见你 也算是老天有眼啊 不错 师妹 我们的账也在今天该算一算了吧 我没欠你们什么 有什么好算的 你不欠我们什么 当年我跟你师兄管你要点解药 因为我们的儿子中了七星海棠毒 可是你一口拒绝了 现在我儿子死了 可以说是你害的 这都是因为你见死不救 你这个恶毒性长的女人 不宁我们同门师兄妹的份上 你 你还我的儿子来 还我唯一的儿子来 你还我儿子啊你 你还真是假 你敢说哪人 你是什么人 你跟她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结义妹子 结义 谁知道是真是假 我们没有必要骗你 你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住口 我跟我二妹 是当天发誓 结拜为盟的 你不要乱说话 我二妹 当时没给你们解药 自然有她的道理 不过 你们死了儿子 这种心情我是可以谅解的 现在 我就姑娘你们有丧子之痛 今天的事情 我就不放在心上 不过 如果日后我再听到半句 你侮辱我二妹的话 我不会饶你们 你们走吧 师妹 我们走吧 这笔账迟早要跟他算的 二妹 不要责怪他们 我不是责怪他们 我只是难过 竟有这样不讲理的同门师兄姐 你的意思是 他们终日研究毒药 希望有一天 能练出七星海棠来 他们以为有了七星海棠 就可以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 却先中了这种剧毒 月儿 真的 那 你 吗 那么 不 你 不 我 是 我 看 脸 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理由只有一个 七星海棠 根本没有解药 这什么东西啊 等 等 等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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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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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门关了 明天再来吧 这位老兄 让我进去 你跟谁行动到底啊 对不起 冰大哥 在下今天非进城不可 因为我约了人 那是阁下的事 明天再来吧 师父 你可知在下是谁 河北田龙门掌门人 田归农就是在下 那又怎么样呢 我约了大帅府刘云鹤总管见面 要是我今天不能进城就要失业 这个责任 宾大哥可要担当得起才好 怎么办呢 让他过去 我说 赶紧让他过去算了 好 过去 走 师父 都这么晚了 你还能够进来 师父的面子真不小 全来我说出刘大人的名后 是啊 能够结识这么多达官贵人 师父可真有办法 世忠 是 师父 此地是京城不比乡下 什么都要靠交情 是的 师父 弟子大概眼界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赶快走吧 去了 没用 怎么办 这么多这多个小子 我约了 这有个小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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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爷慢走 慢走 咱们就决定明日再会了 一切靠大哥宁了 好说 好 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 前掌门认识的人 我 那个人曾经害过我全家 我一直想知道他的下落 刘大人 能不能帮小弟一个忙 找一个人跟踪他 看他去哪儿 这倒容易包在小弟身上吧 多谢刘大人 是谁 是我 好 刘元赫 刘大人 这么晚了有个桂盖 要不是特地来告诉你好消息 也不会这么晚了打搅你了 好消息 福大帅肯接见你了 真的 福大帅已经答应了 真是天大的面子 好消息 什么时候 明日午后 天长们 请 请 河北天龙门田归农参见福大帅 愿福大帅福寿双拳国运昌龙 一天 小人今日德福大帅接见三生有幸光宗耀祖历代殊荣 小人无以为报特献上翠玉狮子一双 相证大帅威阵八方恩泽四海 此时狮子乃小人家传之宝 吉祥之物 万望大帅请勿见弃 大帅 你看看吧 还好 起来吧 谢大帅 田归农 我曾经查过你的家族 据说你的祖先曾经当过前朝李闯王的侍卫 可有此事 回禀福大帅 小人先祖的确承认李闯王侍卫 不过先祖过世以后 家族中人即对大清帝国忠心耿耿 从未有异心 望大帅明察 你也不必担心 我也不会怀疑你对大清朝有何不忠 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 其实 只要你能对朝廷有所贡献 一样可以立功封决 得到皇上宠祿的 以后 我会在皇上面前推荐你们 你们要好自为之 多谢大帅 小人自当鞠躬尽瘁 四而后已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你们武林人士之中 还有哪几位是前朝李闯王四个侍卫的后人 你从事说来 怎么 有什么事情瞒着本帅 小人不敢 不过小人说出来了 一则恐怕引起大帅不高兴 再则恐怕大帅误以为小人是同道相亲 背后重伤他人 是本帅教你说的 你怕什么 是 既然如此 小人便大胆直说 据小人所知 当年四名侍卫之中 有两名已经没有后人在世 只有一家姓苗的还有后代 而且那个人也来到北京 他是谁 此人姓苗明仁凤 苗仁凤 这苗仁凤武功不弱 为人却十分的阴险狡诈 凭着躲在家乡绝少出门 然而昨天夜里 小人却在京城街头看到他 想来他必是有所目的 说不定是想破坏掌门人大会 甚而趁机妖言惑众 意欲颠覆朝廷 天掌门 你对此人知之甚强吗 只因此人与小人自小相似 你说他妖言惑众 颠覆朝廷 此罪非清 你可有证据 这个 小人素质他的为人脾气 但凭你一面之词 我是不能相信的 这个人 我倒想真正的见他一见 大帅此事万万不可 大胆 有何不可 小人 小人是为大帅的安危着想 难道你怕他趁机暗杀我 他的武功真的如此厉害 你也太小看我大帅府内的侍卫了吧 小人不敢 小人只是一时心急 才会口出狂言 请大帅原谅 这种人 要好好地拉拢 让他对朝廷有所贡献 刘元赫 在 马上带他来见我 是 是 首先 有一会儿 他在这边 际长帅 今天有章帅 有章帅 在下正是苗某 有何贵干 苗大侠 在下已经找了你整天了 在下是刘元赫 是当今大帅府的侍卫总管 奉我大帅之命 诚意邀请苗大侠到大帅府一讯 要我到大帅府 有什么原因吗 我们大帅向来喜欢结交江湖侠士 英雄好汉 早闻苗大侠的武功盖世 又知道苗大侠近日到了北京 所以特命小人到处打听 邀请苗大侠到大帅府一讯 如今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在下找到了阁下 请随在下到大帅府吧 刘总管 对不起 苗某是不会跟阁下走的 为什么 苗某这次到京城来是私务 只是为了要找一个人 并非为攀权富贵 等私务一了 就会马上离开此地 苗大侠要找的人难找吗 应该不难 不过他如果知道是我找他 他就会躲起来不见 在下在北京城也算是不有人面了 苗大侠要找的人说出来 也许在下可以效劳也说不定 那感情好 他叫田归农 他叫田归农 怎么 阁下认识此人 不认识 也不曾见过 那在下只好向别人打听去了 是陪了 苗大侠 你要在下如何回去向大帅交代呢 刘总管 但照实情回答就可以了 告辞 明儿人凤真的要找我 他是怎么说的 他果然是为了我来到京城 他早就料到我会参加掌门人大会 他就是不放过我 天长们 你跟他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真是一言难尽 说起来也是数代积下来的恩怨 本来我已经处处退让 处处容忍他 可是他非但不领情 还咄咄逼人 如今更追到京城来 刘大人 我很担心他 会在掌门人大会上对我不利 小弟受害是小 破坏了福大帅的大事就不妙了 刘大人 这个苗仁凤一日不将他弃捕 小弟一日没法安静 刘大人 求求你 你一定要帮小弟这个忙 天长们 你的处境我很明白 只是他并没有犯王法 就算他不去大帅府 也无法定他的罪 也无法就此弃捕他 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 除非 怎么样 好 杨仁凤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杀死皇上的卫兵 好 现在证据属实 快跟咱们回去吧 杀 是 我今天晚上不想杀人 告诉你们主子 我苗仁凤从来不受威魄 有种的话 叫他堂堂正正地来杀我 我在这儿等他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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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苗仁凤如此不是台诀 非但不来见本帅 反而杀了我两名侍卫 是的 苗仁凤他好大胆 尽管竟敢跟我作对 就等于跟朝廷作对 刘云赫 在 马上带领其他总管把他抓来 多带兵马 绝不能让他逃了 奴才遵命 是 王总管 苗仁凤来了 我们见机行刑 散开 是 你请坐 来 坐这 你也干什么 花生米 卤牛肉 半斤白肝 就这样 继续来 开刀 开刀 在下跟各位高手从未谋命 更无冤无仇 何以竟跟在下过不去呢 不必多说了 苗大侠 你要吗 屈服 不要 就只有背擒 各位未免太不把在下看在眼里了 不过即使如此 我还是不想滥杀无辜 他是在较量 都会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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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你逃哪去 你不要杀我 你不要杀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坏事做尽 还要求我不杀你 我求求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就是你 阿兰 我都可以还给你 无耻 那你要杀 你只管说 你为什么要三番两次打害我 最近的一次 还伤及我的家人 我的管家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到底为什么 你要给我一个清楚的交代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是陶百岁的主意 事后我已经教训他 把他逐出师门了 你不信 你可以问阿兰 出口 不准你在我面前提他 是 是 我不该 我 我 我可以走了 站住 还有一件事你给我交代清楚 在二十年前 我跟胡大侠 在苍州比武的事 他无端的中了毒 是谁下了毒 是你 是不是 不 不是我 表哥 你不要冤枉好人 好人 你也配 你 真的不是我做的 那件事我完全不知情 你不要抵赖 后来 我曾经到药王谷 彻查这件事情 一辰大师告诉我 你曾经到我那儿跟他借过毒药 可是他并没有借给我 看来你这无耻之徒 是不会讲老实话了 好吧 今天就心仇就恨 来个了断 我虽然恨你 也不会杀一个徒手之辈 量出你的兵器吧 我要你死而无怨 量出兵器吧 你只会在背后伤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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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非杀你不可 我再不杀你 你又会来害我 不要杀我 我再到尽头 你很快 吃到尽头 吃到尽头 你啊 吃到尽头 吃到尽头 吃到尽头